主席有請一下主委 請主委 潘委員好 主委辛苦了,中午大家都沒休息 我也是剛剛經濟委員會看花博回來 主委,委員辛苦了 主委,清不清楚最近這個有一個中裁案 但我們是講整個勞工政策,我不講個案 但這個個案會影響很大的一個連動性 像最近的洋華事件啊,日航事件啊 或是藍山的這個人壽 在整個人民的工作權上 那藍山確定中策博士已經被投審會否決了 好,那但是呢,這個秋後算帳呢 對於工會的幹部呢,一一的整肅 解除了他的一個關係 甚至呢,藍山公司對外在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協調會的時候 公開講,這個工會是不存在的 主委,你認為藍山這個工會 他的合法性地位在哪裡?有沒有合法? 各位報告,知道藍山人壽基本上有在改選嗎? 那工會的地位的部分我們一定都會承認的 是合法的嗎? 男生有工會 好,對,那合法 那公司不承認這個工會 認為他是非法的工會 那你們怎麼辦? 資方不同意這個工會的存在 否定這個工會的存在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基本上,站在勞委會的立場 我們一定會去協助我們的勞工朋友 尤其會協助我們的工會 所以我們會透過勞資對話的機制啊 那麼提提清楚 主委,我當然知道 要不然你要勞委會幹什麼? 就是你不是資方的勞委會嘛 你是要當一個平台 在勞方資方這邊取得一個平台 變成可以勞資雙贏嘛,對不對? 我現在要救教您的一點就是說 藍山公會他的合法性的存在 他是照我們的工會辦法申請辦法申請來的 那他有沒有合法? 是,我剛剛提過就是藍山有工會 那公司資方不認定這個工會的存在事實 那你們怎麼辦? 你要怎麼去捍衛這個工會啊? 你要怎麼去捍衛老公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勞委會認為他是工會 那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機制裡面 他就是一個合法的工會 不需要 公司沒有理由不承認 公司也不需要公司承認他 公司不承認你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 主委,我要確定一點就怎麼樣 為什麼一定要這個要你回答呢? 第一個,公司個人資源經營 我們無權去做他的經營怎麼樣去管理 但是涉及到勞工的權利 在台灣勞基法的成立之後 職業工會也好 在整個工會法成立之後 這些都是合法申請的 那公司資方否定這個勞方所申請的這個工會 那你勞委會都不講話 我們公會這個合法與否 我們都有證書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提供 好,我都知道 那這當然是合法 是你政府發給人家的工會的證書 當然是合法 也經過理件事改選 這個當然是合法 但是資方是這麼傲慢 而且這麼阿拔的 否定這個工會的存在 甚至代表工會發言的 為員工爭取的權利 被秋後創造 你怎麼處理 額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對工會的幹部 如果有任何不當的對待的部分的時候 在我們工會法裡面 尤其是我們新修正的工會法 在民國一百年五月一號就會上路了 所有的不當勞動行為 我們都有裁決的機制 好,在新的法規 在今年修訂的這個工會法 在明年五月一號才實施 那之前呢 現在目前的部分 會請我們勞資處 對相關的這樣的議案 我們一定會去關切的 而且會去跟資方做溝通 不可以 不承認我們的工會 對 那你只有關切 目前這個案子 還在台北市勞工局協調 已經協調了一次了 藍山公司 他就當場講 他否定這個工會的存在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 他們在處理這個案子 是有經驗的 我就是要你拿出你的power 你過去也是人權律師阿 你捍衛勞工的權利 也是你的職責所在阿 也是你的死病 而且是你無可抗拒的一個 一個必要的責任跟義務嘛 對不對 好 那工會的員工 對工會爭取權利的時候 那你 面臨到這樣的一個 二職的資方 用求算這樣的方式 你勞委會最高主管機關要講話 不是只有協調 協調他不理阿 不理怎麼辦 還第二次協調 在第二次協調之前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要做出這樣的裁定 你勞委會應該講句話吧 跟委員報告 我們就是因為覺得在目前現有的機制下面 對於工會的權益的保障是不足 我們才會去修我們的工會法 然後才會非常努力的讓工會法 能夠終於在我們朝野立委的協調之下 能夠成功能夠過關 所以這個機制我們都再見了 這個我都清楚啦 你不用跟我政令宣討 我很清楚 這個問題是 我針對這個個案裡要表示一下 老委會的意見嘛 是跟委員報告 這個個案目前在 因為是個案 然後因為是台北市勞工局 目前已經在處理當中的案子 你是勞動部的部長耶 所以我已經請我們的勞資處 對相關的 所以我才會請我們 勞資處對於這個案子裡面 特別也跟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做溝通 然後特別也跟工會做溝通 我們當然是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來出發的 好 那你願意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上 第二次協調 老委會有採取什麼態度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 各位報告 現在目前這個個案 已經在台北市的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裡面 在做評議 我清楚啦 我以前也當過台北市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他一定會在那邊 下個禮拜還要開第二次協調會啦 這會骨牌效應啦 如果今天 老委會不去捍衛這個工會 應有的權利 這個工會發言人在 爭取勞工的一個權利當中裡面 受到資方這樣惡意的知情也好 抹殺也好 甚至打發也好 還有一點 現在 藍山公司是所有 保險公司裡面 不用 所謂的僱傭關係的 他用懲染關係的 各位報告我們其實都已經認定他是屬於僱傭關係 好 你認定 謝謝 你認定他是僱傭關係 勞工局認定是僱傭關係 你的財閥 他不怕你划 你這樣划單多少 呃 跟委員報告 依照目前的現行的相關的規定 他是一批一 就是一張十萬塊錢 十萬塊你開幾張 十四張 十四張 目前十四張 一萬塊十萬塊十四張 一百四十萬 他哪怕你划 他如果是規避這樣的一個承擔關係的話 變成用承擔關係 他一年健保費 勞保費 勞退 準備金 他可以節省多少錢嗎 各位 原本是他政府應該 他公司應該負擔了六十個person 現在轉嫁給勞工 轉嫁給勞保局 轉嫁在我們政府來承擔 包括他的健保 包括他的勞保 知識體大 單單我們在核算南山到現在 如果 他是用雇佣關係 來認定的話 他不是用承擔關係的話 單單勞保健保 這幾年來追加起來有三百四十億 主委 就不用怕勞保局沒有錢了 我可以拿數據給你看 我今天剛從那邊回來 我太趕了 他有將近四萬名勞工 四萬名的工作年齡 你看這幾十年來 他的勞保 他的健保 他是用規避 他不是雇佣關係喔 他規避這樣的法令 他也無視於你勞委會的解釋 也無視於你勞委會的存在 他公然挑戰你的法律 那你怎麼辦 只有一位的一張 罰單十萬塊 不動不養 他不理你 那你怎麼辦 那國家的公權力在哪裡 主委告訴我一下 這根文報告就說 這個議題其實我們非常的關切 所以為什麼說當初 要關切 你三元壽 所以為什麼當初三元壽 在併購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會就站在保護勞工的立場 就要求他 一定要把這些款項全部都提拨 你才可以出售你的股權 也因此才會有今天這樣的場 所以我們其實在不同的時間點 只要我們可以使用上 我們的政策工具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去 主委 我也曾經替蘭山公務會 跟貴會協調過 大家很清楚 老委會辦什麼角色 我現在是要救教你 這樣一個事實 你只有連續告罰 大概十四張罰單 十萬塊的一百四十萬 那他幾十年 他可以一年給你罰一百四十萬 也沒有關係 罰一千四百萬也沒有關係 反正他可以省掉那麼多的 勞退 不管是新制、舊制 包括勞保、健保 他都可以省下這麼多錢 他為什麼不罰算 當然罰算 不會 主委 你告訴我 這兩年半 我覺得可以拿數據給你看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可以使用 就是說 他必須要付出的代價成本的部分 不會是只有 我們現在所提到的 一百四十萬的 裁罰的部分 違法的部分 按照現行法令規定 可以去裁罰的相關的條文 我們都會找出來 都去用 剛才提到 他要出售果權 他就沒辦法出售 那個主委 你說還有相關的法律可以處罰他 那有沒有處罰 只要有現行法律可以用得到的部分 我目前都用了 那用了都沒有 只有罰就十萬而已 沒有 所以我就跟委員報告 講一個空話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他其實要付出的代價的部分 我們剛提了 他出售 他出售果權他就沒辦法出售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懲罰 主委 你是律師 你很清楚 第三個部分 將來 勞工任何一個 只要對男生人壽 是有意見的 去提起訴訟的過程裡面 我們免費提供律師的協助 然後他可以去求償的金額的部分 最後都是男生人壽 必須要買單 因為他也跑不走啊 他的資產也在台灣啊 主委 那給你這個公權力幹什麼 你現在是要讓勞工 那我等於是 我們叫公會 這三萬六千多名的勞工 或是告他四萬名勞工 每一個人去信送訴訟嗎 不用每一個人 到時候哪一個勞工 他覺得他的權益受損的時候 他都可以去主張啊 主委 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會議裡面 所以可以使用的自由 我剛提過 包括制度的建構 包括免費的律師費用的提供 我們全部都是我們 勞委會去制度建構出來的東西 是國家公權力在使用 在協助勞工朋友的制度 那你應該是 在用採取什麼一個行政程序上 比如說這個違反勞動基準法 只要違反的 我們該裁法的都裁法 那你只有裁法 沒有刑事責任 或是用什麼動作 或是沒有任何的一個 只有這樣嗎 那難怪人家挑戰你啊 那公委員報告 刑事責任有違反刑法規定的部分 如果有 我們當然會移送 但是問題是 在目前現行的制度下面 目前現行的制度 完全沒有出現 所以我才會講說 公務法的部分 為什麼要修法 就是因為現行都沒有這樣的規定 我們之後 等它開始施行的部分 我現在問題是 你也兩年半了 你號稱是聯權律師了 這些 它公然藐視你的公權力存在 也不怕你裁法 你說要找另外的辦法來 也沒有辦法 只有罰就實施當個法 那各位報告 好 怕不怕這件事情 我剛剛已經提過 就是說該裁法我們也罰了 那委員是覺得 那個金額不夠高 所以他不怕 但是他股權要釋出 我們也反對了 那他也股權沒辦法釋出 他也不怕嗎 他怎麼會怕呢 他將來整個公司的運用都會受到某種程度的一些影響嗎 他現在還是盈餘 他是一個資產不錯 而且再興良好的公司 他怎麼會怕呢 他怕的是 如果你把他裁法之後 認定是僱傭關係之後 將來他的勞退 他的健保 哪怕是勞退基金 提拨的準備金 不管是救治金制 他要突出三百多億出來啊 注意啊 你要去捍衛這三百多億啊 跟委員幫我剛剛提過就是說 他在要出售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求他要把這筆錢全部都提拨出來才準 注意 我想是我們的關係啦 你應該去捍衛這些人的工作權利啦 是 這些人為藍珊賣命立下漢堡功勞 讓藍珊得以 變成台灣三大這個這個這個 啊 搜尋公司 有那麼好的一個營運狀態 這些是這些基前員工打下來的 這些人會用把自己的親戚 把自己的朋友變成保護 這些保護的權利也是要兼顧啊 但是這些人的未來明天在哪裡 同樣在受險公司 別人是可以有勞退準備金 藍珊是沒有的啊 在這樣一國兩制一國多制的情況之下 你身為最高的勞工的一個部長 你就更應該去捍衛這些勞工的權利 好不好 是 好 請我們主委 要請